老余 selv竟要保留 Wahid 二十星期 来为大家分享 关于《揭开老话之迷》 这本书 出版本 这本书其实是从这个 外国 是英文翻译的 The Why We McLaren 這本書其實成書是有點久了 他大概是在1995年 所以算算也大概20年左右的書了 當時這個紅蘭教授然後這本書以後 很快的就把它翻出來 大概在98年的時候就已經第一版 98年的時候就第一版 現在已經算是第二版第三刷了 好 這本書它的作者是這位 史蒂芬奧斯泰德 他本身就是一個 算是演化的一個生物學家 所以他本身是生物學家 主要專長是在學生物的演化 當然他從這演化的生物學家的眼中 怎麼去看待老化這件事情 以往我們對老化這東西 大家應該感同身受 我也滿有感覺 到底老化是怎麼回事 到底人為什麼會老化 為什麼會老化 我們後續會慢慢的為各位介紹 然後這位是紅蘭教授 就是這本書的這個譯者 他本身是神經心理學的 博士 目前是教授 這本書一共分為十章 十個章節 都有他自己的重點 其實大部分前面 1234這幾個章節的話 都是一些 算是老化 老人醫學的主題研究 有一些簡介 算是簡介 當中呢 都是要給大家帶一些概念 然後 就是 就是講一些故事 讓大家聽一下 這樣子 當作增進 嘗試這樣子 後面大概是五六七章 這裡 實際上是他的重點 他從他這個演化生物學家的角度 怎麼去看待老化這件事情 他做了一個理論上的一個闡述 所以五六七章這幾章是相對比較 比較明 稍微難易一點的 也就是說比較不容易理解的一部分 我盡量就 今天我們大概會把前面六張 稍微先介紹一下 第七章實際上是他的核心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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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演化就老化的這個解釋 其實這本書的主要的賣點 就是他的看法在那邊 但是我會放在下個星期講 因為裡面他這個 這個有點複雜 講白髮也有點複雜 然後後面可能八九十章 就像開代師說 可能工作會比較有興趣的 會提到一些老化的過程 還有什麼方法 什麼之類的 偏方之類的 裡面最少的話 有一點什麼幫忙的 這個的話我大概 後面的都一起放在下個星期 一起會介紹 所以今天我們就先輕鬆的 前面幾張去討論故事 還有一些基本的 之前的人 針對老化這部分 做過的一些研究 還有他們目前的看法 他們是如何去做辯證的 因為五六七章 他們很多都是在做一些辯證的 首先 就想先講老化本身 老化本身其實有很多矛盾的議題 就算是老化本身為什麼會老化 而生物界中 其實老化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但是各種生物老化的進展 確實不太一樣的 當中理由是什麼 原因是什麼 這本書都會給一些交代 首先 開場我們就講個故事 講老化 一講 我們去看人類史上 有哪一些老人 看可以活得非常老的 這樣子 這名字就是所謂Thomas Park Thomas Park 就是帕先生 然後叫帕先生也可以 看這個臉書好像有點熟悉 問各位有沒有在喝酒的 有在喝威士忌的嗎 沒有 沒有喔 蠻健康的 Thomas Park 如果我去查 目前是一個威士忌酒的品牌 以這個老人的臉 當作那個飆商飆這樣子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他很夠大很老 隔壁政棟這個教堂 這是英國的西民寺 西民寺是很有名的 是算是個旅遊的景點 我可以去過英國玩嗎 還沒有喔 我也沒去過 不知道 看起來很漂亮 非常大 然後他當這個教堂 他是埋葬了很多名人 以前那種物理學家 政治學家 這些明星才有資格 葬在裡面 都是由他們的那個 英式的國王清典的 而Thomas Park這位老先生呢 他就有榮幸在葬在裡面 肯定就是 他年紀夠老 他當初 是宣稱他自己 是 一百五十多歲 就講 活到一百五十二歲 一百五十二 這一段文字 就是從他的墓碑上 揭取下來的 這樣子就寫 這個Thomas Park 然後他 他在 一四八三年出生 經過哪幾個 王國王的時期 然後到他一百五十二歲的時候 往生 然後往生的時間 在這裡 一八少年 這樣子 然後 這個老人家 其實像 他幾乎在一百五十二年 一百五十二歲左右的時候 他其實就跑到英國街頭上 很老啊 然後他說自己一百五十幾歲 當時就 英國是覺得很罕見 哦這個真是 是在西游的啦 所以他們就 接回去 那個 被 國王 抓到皇宮裡面 然後很多人就 好像 去圍觀他 好像去看動物園這樣 看西游動物 然後去圍觀 實際上 這個Thomas Park 在被圍觀當中 就像那意思說的 被傳染到感冒 所以死掉了 所以 老實講 如果他不是因為 他自己被接到皇宮去 被大家圍觀的話 搞不好還不會那麼快死 也不一定 結果他就 在圍觀當中 被他傳染到 然後就死掉了 可是這個一百五十二歲 是他自己的字數 他自己這樣講的 後來他往生了以後 有一位醫師 就看到他身體做解剖 解剖 結果發現 他身體的骨骼 肌肉 韌帶 他內部的這種器官 似乎都沒有講非常老化的這個現象 也就是說 他這個年紀可能不太符合到一百五十幾歲的人 該有的一個身體 所以對於他這個年齡 實際上是純疑的 但後來被證實說 其實真的是假的 因為他一直老 到有點詩詩症 亂講話 但是大家就心裡為真 反正老人看都那個樣子 他說幾歲就幾歲 他說就算了 你也不知道 所以 所以是個笑話 實際上他沒有這麼老 你碰他多老 能挺有九十幾而已 當然他就是藏在裡面 但後來呢 還有陸陸續續 各位可能去看新聞 看哪有時候 看到很多老人家 你想 哇這有哪個人類 哪有時候 剛剛那幾歲 剛剛那幾歲 台灣好像也有 而且這好像哪一位 而往生的 然後這位 這位是 Sirari 這個很難念 你不懂 因為這是俄文 這位老人家 是算是 在新聞當中 報章雜誌中 所看得到的 一個年紀最大 有史以來 年紀最大的 老男人 老男性 然後 然後 他 號稱 是在1805年出生 最後他 往生的時候 是168歲 在1973年9月2號 最大往生的 在亞塞拜南 在這裡 就是在高加索地區 高加索地區 這個 後面 可能還會再提到 我就 先這樣子 我們 我們再講 好了 當然這種現象 其實全世界都有 每個地方 都有一些 很多老人 被發現 然後講 誰誰誰誰誰 誰是我們這個全國最老的 誰是 又是破世界紀錄 甚至這一位 Charlie Smith 是美國的 美國的 這是他的墓碑 墓碑上還寫著 美國最老的人 美國最老的人 然後是 1842年出生 然後1979年老生的 減一減多少 我從10歲 137歲 這也是 好 然後這位 這位老先生呢 也曾經就是 進入了這個 我們金氏 世界紀錄 就是 記錄錄 有進去的 被登記進去 但是 但是 過後就被人揭穿 揭穿說 其實是有造假 有造假 就是有福報的意思就對了 最後就是他的往生年齡 應該是104歲 104 104 104也不小 也百歲了 也不小 實際上 還是有福報的現象 可能 可能也是 幾乎不太好吧 亂講話吧 Anyway 總之 全世界都有這種現象 這種現象 就是對 很多年紀很大的人 很崇拜 哇 那也可以活這麼久 活這麼久 好 回到回來 就想說 人喔 到底 為什麼會老呢 會老 其實生物當中 人 畢竟跟車子不太一樣 車子是個機器 你給它開久了 用久了 零件還是會壞 但是人 是用生物 生物就不一樣 生物本身就會有自己 修理自己的能力 好 我們人 其實我們人每個人都有 再生能力的 比如說 你一不小心撞到 有皮膚受傷 那個傷口會好 會自己會長 長肉長起來的 甚至我們身體 很多地方的 那個 再生能力是很強的 很有名的 就比如說是肝臟那樣子 各位知道 肝都有切掉 切了一半 所以切剩五分之一好的 剩下就是捐給人家 剩下的五分之一呢 自己會長回來 會把原因本身 怎麼會這樣 再長回來的 所以人本身 就有自己 修復自己的能力 而生物界 生物界當中 是很多很多這種例子 比如說 各位講蚯蚓 比如說這個 海星也是一樣 海星 如果你把它切一半 切一半 把它丟在那邊 丟在海裡面 自生自滅 不久後呢 它就變成兩隻了 它會把另外一隻 要長回出來 另外一半 再長起來 所以人本來就有一些 自我修復的能力了 但為什麼會老呢 很奇怪 既然你自己可以修理自己 這樣可以修理自己 為什麼這種自我修理的能力 不可以繼續這樣維持下去嗎 為什麼需要去 就會老化呢 它是很奇怪的 而這位小姐 這位小姐呢 她的名字 不太會念 然後這位小姐呢 她很年輕 大概才30歲左右 可是她不幸地就得了乳癌 然後這位乳癌後呢 她的那個 癌症的細胞 也被切下來 做化驗這樣子 結果她這個乳癌細胞很特別 就想她會一直不斷地分裂 而且呢 不會停止 她真的不會停止 雖然她很久以前 這是她的墓碑 她在1951年就往生了 才得年31歲 可是 時至今日 她的細胞還活著 而且還在長 還在長 但這是不正常的 那是畢竟還是癌細胞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只要那個細胞 在好好地處理它的話 好像是還可以讓它不斷地長 而且不斷自我修復 然後不斷地長 不斷地長 這樣子的 可以很 可以撐很久的 對啦 可以撐很久的 而且因為這個 而且她 算是貢獻蠻大的 因為在基土醫學中 在做細胞培養 細胞培養 全世界幾百個實驗室 其實都在用她的細胞 在做實驗 因為她的細胞很好用 一直常常講 變成一個很特殊的 一個種 叫Hera 叫Hera 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比較納悶的 納悶的地方 就是說 老化的速度 在不同物種之間 是不太一樣的 人喔 我們常 至少 我們平均 餘命到七十幾 八十幾歲嘛 好 老化這樣講 老化速度 可以 比較長 我們人類 算是在 動物界中 算是比較長的 但有一些 哺乳類 那是狗好了 你看這個狗 好可愛 出生這樣子 最後短短的 十來年 她就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 他們 短短的十多年 就老化成 退化就很厲害了 我家好像也有養狗 從小就這樣子 那個狗 算是我從小 去看牠出生了嘛 到現在 已經都才五六年 但顯然 看起來 眼睛開始白內障啊 什麼都開始出來了 同樣是眼睛好了 我不講其他的 眼睛好了 一個人慢慢年紀大以後 可能會白內障 會知道齁 就講那個 那個 水晶體 混濁 白白的 看東西不顧 看不清 水晶體在退化 在老化過程 才會這樣 但是一個狗 同樣是眼睛 他用的不到五六年 怎麼會白內障會出來呢 雖然是不同物種 但是同一個東西啊 那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老化的速度 不管是外觀啊 皮膚 內在的器官也好 各樣東西 每個物種其實是不同的 其實這個是 怎麼去解釋它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那 後來會有答案 但也有些物種 真的是有過奈程的 有些烏龜 烏龜超長壽的 超長壽 動輒上百年 所以有時 搞不好養個烏龜 有小養到大 你老了還沒開始老呢 所以就變成說 同樣是一個物種 而且他小小的知道嗎 為什麼他這麼耐撐呢 很奇怪 這老化的速度 到底是 為什麼會不太一樣 談到這裡 大家會不會有點奇怪 老化老化老化 到底老化這些東西 是怎麼去定義它的 怎麼定義它 怎樣才算是 老化 老化怎麼去測量 比如說 你老化速度是1 它是2 它是3 我們怎麼知道 這個速度多快 多快 一 只要是要做科學研究 一定要下一個定義 下一個定義 下一個定義後 才有個比較 才不知道說比較 才知道說 誰快誰慢 問題又來了 老化的東西很抽象 怎麼去測量它呢 它不像是一個有殘酷的東西 拿把紙量一下就出來了 所以他們學界呢 針對這一點 其實也會過了好一段時間 當然也有人說 乾脆用壽命嘛 活了幾歲啊 這樣子 是不是老化呢 其實年齡 壽命這個東西 其實非常不準的 我們大部分人看的 所謂的壽命啊 或者是官方那些資料 可能他們都講什麼 平均壽命啊 平均餘命啊 這樣子的 這個它既然是平均 就是一個族群 去換算 但是算出來的這個結果呢 可能這個族群當中 有人會 這麼巧 很多人 這個時間點裡面 不行 很早 很早就往生 可能發生戰爭 可能發生一些很嚴重的傳染病 突然間死一條人 他這個 他的壽命就會 馬上會掉下來 而他 看單一個人好了 個人的這個壽命 跟他老化的這個程度 其實也 也不可以直接相比 因為 我們 很多人 會往生會走 不是因為老化的關係 不是因為老到真的是不行走的 很多可能是 生了一些重大疾病啊 意外啊 車禍啊 他殺 自殺什麼的啊 總之一大堆砸一砸八的 都可以 就可以 都可能會往生 而一個人呢 就是壽命 不見得完全有老化 這單一因素 去決定他的 所以變成說用壽命 去評估說 啊 活多長多短 就覺得他是老化的怎樣子 其實是非常非常準 而且不可觀的 像這樣子 那用什麼東西來比好呢 各位覺得 你覺得用什麼來比呢 但你們說體能 看你有沒有體力嘛 對不對 然後就去跑百米啊 跑百米 你也跑百米 看你這個跑幾秒啊 那樣子的 或者是拉單槓 然後養我體重 要做這種事情呢 這問題就來了 就算同一個人 哪一個人 他的體能 可以到什麼程度 其實是看他平時 斷練 他有在練習在做 他就做得比較好 但是他跟老化無關 跟老化無關 有些人就講說 就算是 年輕的時候都沒有什麼運動 就要跑百米 跑得很慢 可是到二三十歲 才開始游泳運動啊 然後那時候他運動的那個能力 體能 反正比他年輕的時候還更好 所以變成說體能的東西 並不能夠代表一個人 老化到什麼程度 所以 也不太適用 不太適用 然後呢 還有人講 可以用生育力嗎 看他這個年齡 還可以生小孩 如果他還可以再生 還生小孩 就覺得他比較有體力 這樣子 如果他沒辦法再生了 可能是比較老化一點的 這樣子 可是問題就來了 男生跟女生的生育力 有生育能力的時間 跟男生不太一樣 雖然隨著年紀慢慢大的時候 慢慢老化的時候 生育力的確是在下降 但是女生的眼 他很明顯的 會有個停經期 例如說 他軟巢 可能子宮 軟巢裡面這個軟子 什麼都已經用完了 那他軟巢 功能會退化 會變成他會停經 經濟化變 他就幾乎就等於是 暫時沒有什麼生育力了 但是男生又不太一樣 男生的話 他可能甚至超過他的停經期 所以年紀更大 還有九十幾歲的 還有可能 還有生育能力 但是如果有生育能力去評斷說 他有沒有老化的話 都不太公平 為什麼呢 我們全世界來看 大部分其實 女生都活得比男生來得久 坦白說 女生的老化搞不好跟男生 是沒有這麼快的 所以 所以剛好是 用這個生育來評估的話 正好相反嘛 自己打自己嘴巴 她的女生明明一張 可能過經經期已經沒有生育力了 但是她老化程度搞不好比同年級的男生 搞不好還沒這麼差呢 所以這個又是個很不準的東西 所以吵了半天 說到底什麼東西 我們去 用什麼東西 去評估說 這個東西有沒有老化呢 這族群又給你們老化呢 比如說這個 這個剛剛提過了 就是男女 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女生 都會比男生活得長命的 就是 全球沒有什麼意外的 有意外大概都是社會有問題的 所以群體 我們 所以看老化的時候呢 我們很早去看一個個體 一個個人 老化得多快 我們都去看一個群體 一個族群 一個國家 一個地區的人 他老化的速度 老化的速度呢 就會發現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呢 就是 人口學家就說 就發生說 死亡率 抓到這個就是死亡率 原來我們每個人在不同的年齡的時候 他死亡率是不太一樣的 人剛出生的時候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小孩子 小孩五歲以下 相對是比較危險 他的這個死亡率會相對比較高 當他接近在十歲 十歲左右的時候 他是他死亡率最低的時候 當隨著年紀慢慢在上升的時候呢 他的死亡率會越來越高 就這樣 會越來越容易 往生就對了 好不好 死亡率會越來越高 當然 當然後來 另外有位學者叫Finch 叫Finch 就這位 結果發現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死亡率 上升兩倍的時間 當作參考的話 好像還不錯 結果就畫出這個圖來 以這些公式去換算以後 就發現說 只要超過了這個 多二十歲 大概二十三歲以上的話 然後不管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族群 甚至所有的生物 都一樣 他都會進入一個比較 他的死亡率的成長 會非常的均勻 這就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就人類而言 你看這裡 這是八點八 也就是說 比如說在二十歲的時候 二十歲的時候 某個族群 他的死亡率是零點一好的 大概過了八年以後 他這個族群的死亡率 就從零點一變成零點二 你意思嗎 也就是說 他這部分也是看這個死亡率 上升兩倍 需要多少時間 但如果這個死亡率 上升所花的這個時間 越長呢 就表示這個族群 可能老化的比較 比較慢 但如果他死亡率上升很快 就可能是這個 老化的速度比較快了 懂得意思嗎 就不單看死亡的時間 因為每個年齡層 從年齡層 人都有可能會往生會死 何時可以各種不同的原因 但是我們不去看 個別的死亡 而是看他整個死亡率 不看死亡率 也是看個別的死亡率的上升幅度 你就可以估計他老化的速度 所以目前 所以在老化的研究當中 都是以這個作為標準的 就是雙倍死亡率的時間 因為他在不管所有的族群 人也好 動物也好 什麼都好 都是幾乎是維持一個 一個長數 接近一個長數這樣子的 而且是人類 大約都是在八到十之間 很多都大概是八左右 在八左右 好 當然 因為這個東西 他在維持 雙倍死亡時期維持直線的時候 應該是從二十多歲開始 二十多歲開始 不管男女都一樣 藍色照片是男生 女色照片是 紅色照片是女生 不管是任何時期 只要是男生 他死亡率一定會高於女生 這樣後面會提到 其實男生特別容易死的 男性特別容易死的 尤其是在青春期 青春期這裡呢 會特別有個高峰期 當然書上 是提到的時候 是所謂Tatocent dementia 就是說 雄性荷爾蒙的失之症 雄性荷爾蒙失之症 意思就是說 這個時候剛好是在青春期 人特別是衝動啊幹嘛的 常常很容易死於什麼意外 在自殺等等事件 所以只要過這個時期呢 他大概死亡率就會很平穩的 每過八年會上升兩倍 直到老去都是這個樣子 目前就是以這個 這個時間去當作是一個 老化的一個指標 那回頭還是提一件事情 就是說老化其實不等於是長壽 老化的這個速度跟長壽 是完全是兩回事 兩回事 會死的人不一定有老化 但老化的這個速度與否 跟他活了多久 也不是 也是不一樣的 因為老化 他是看死亡率上升的時間 是整個族群的 整個族群的 比如說 在古代 在古代 可能那時候的人 的平均的年齡 大概就只有30歲左右 30歲左右 每個人就活到大概30歲 就算老了啦 因為很多人在年輕 10多20歲那個時代 就可能因為意外 或者是戰爭 很多這種天然疾病 天災人禍 就會往生 所以就死一個不一樣的這個原因 就是環境造成他 就是會走掉 可是就算是這樣子 他的死亡率 就是上升兩倍所花的時間 卻是跟現代還是一樣的 各位聽懂嗎 就是說這個老化的這個速度 不管你活多長或多短 他的這個老化速度 是維持就是 維持一樣的 不太有太大的變化 當然他有講一個實驗 比如說 很簡單一個實驗 把一個蒼蠅呢 放到冰箱裡面去 因為知道如果蒼蠅 一般都活很短 大概就一個月內 三個星期內 大概 三個星期內 大概就會走掉 就是他的一生 被子 但是如果你把蒼蠅放到冰箱裡面的時候呢 他活比較久喔 溫度降低以後 他活比較久 可能活多大概一個星期到兩個星期 這樣子 但是 就算放在冰箱裡面 他的死亡率的上升幅度還是一樣的 依然沒變 懂我意思嗎 大概就是 不管是溫度高溫度低 雖然他活得比較久了 可是他死亡率的上升幅度 依然是維持 維持一樣的 所以這個老化就是 不等於是長壽 這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到這裡有個問題嗎 我換到時間講第一章 好 第二部分喔 就提到 我們這個老人 畢竟 腦壞的這個 研究裡面呢 是要看死亡率的 死亡率呢 一定要看 有死亡 要有年齡啊 再去換算出他每個年齡層的死亡率是多少 才知道死亡率上升幅度多少 所以就算他是不等於是壽命 不等於是壽命 不等於年齡 可是要有年齡 就是要有壽命 這個數字 才可以有辦法換算出老化的這個速度來 也就是說 研究過程中 還是一定要知道 這個族群 他餘命多少 活到多少 才可以的來 要知道你活到幾歲 才有辦法去做這種研究 換算出他這個老化的速度來 可是年齡齁 就很大問題了 很多地方齁 其實有這個 全世界齁 有身份證登記的啊 就是出生會有紀錄的啊 這時間 很多地方都其實都 大概不超過一百年啦 所以台灣什麼時候還有身份證 我不知道齁 所以很多人齁 出生的時候呢 出生證明啊 殘缺不全 很多老一輩齁 人家那種 他是什麼時候出生的啊 男年出生的啊 其實就是他自己說的算嘛 他說什麼時候生 是什麼時候生的 誰知道啊 我們完全沒辦法查 所以因此很多官府的紀錄呢 也是錯的 政府的登記啊 證明啊 什麼什麼東西 資料可能是錯誤的 然後甚至連墓碑上的年齡 也可能是錯的 剛才就可以看到我們的例子嘛 美國最常受搭 還是全世界最常受搭 他的墓碑上所寫的那個 其實都是錯的 所以這會造成一些 老化的一些研究齁 一些很大的困難 所以這裡主要是講年齡啦 第二部分齁 就是講 很多人喜歡虛報年齡 虛報 一個簡單這樣的趨勢啦 年輕人呢 年輕人呢 年輕人想不然長大嘛 明明沒這麼大 才會抱大一點點 明明十歲就有抱十八歲嘛 中年人呢 就希望維持年輕嘛 不管幾歲 都是十八歲嘛 所以就要抱年輕一點 老人家呢 有些就喜歡特別抱大一點 啊 他明明就是回到六十歲 他說 啊我八十喔 這樣子 所以就是想抱大一點 那邊說 所以那個年齡齁 就輸在一共啦 那一共 就看那個人的動機嘛 所以變成說很多地方齁 講的那個年齡齁 實際上都不可靠啊 所以這本書 這個章節是提到齁 只要那個老人家 超過八十歲 他嘴巴講出來的那個歲數 大概也要去相信他 超過八十歲 不要相信 大概都是假的 當然我們世界上 的確有一位 一位人士 特別長壽 這位是真的喔 這個是真的 前面講的幾個 很多是虛報是假的 從比較有系統性的 做一些出生登記 這整個人的生命歷程呢 都有做一些紀錄 有留下證明的 證明說 這個人 真的是活到幾歲 有這種資料的 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幾千年來齁 幾千年來 各位看很多書嘛 不然 甚至於聖經啊 那個活都幾百歲了嘛 各種書都好啦 動哲部門 那年齡才是 這種天文書是 看了所有的這種資料裡面 有經過嚴謹的分析的 就是說 確定他的年齡是 沒有虛報的 的資料來看 實際上的人類中 很少會有人 超過一百二十歲的 懂意思嗎 就有史以來齁 很少人活超過一百二十歲 就是有一些 正式可以證明的啦 大部分如果講 超過一百二十歲 大概根本都是假的 很多都是假的 那除了這一位 這位 這位 Gene Carman 這個是人類 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 被證實 證實說 超過一百二十歲的人 第一個被證實的 這一張東西 就是她當年的出生證明 是法國人 這是法國的女生 這是她當年 她出生二十歲的時候的照片 二十二歲 這是她四十歲 然後這是她老一百二十一歲生日的時候 這照片 最後她是活到一百二十二歲往生的 她是會 法國人 她是唯一第一個 在1995年的時候 就正式 進入紀錄法 進入世紀紀錄法 就證實 證明她真的是 但我們很多人 都一直想說 啊 啊 好像以前的人 好像都聽起來 好像都特別長命 各國我們有沒有聽說過 喔 現在的人 欸 都好像特別 都很快 很快就不在了 聽好像以前很多人 以前的 空氣污染比較少 吃得比較單純 什麼的 都比較像 說那種比較自然的生活 尤其這種地方 看起來像那個什麼 叫做香格里拉 裡面會有很多長壽的人 住在裡面 所以其實這種傳說 在這個文化裡面 全世界裡面都會有 我們中國大概也太例外 所以呢 我們在科學裡面 就是有幾個地方 曾經很熱門過的 出現過很多長壽的人 住在裡面 包括這三個 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高下鎖 高下鎖 高下鎖山區 第二個就是昆仑山嘛 第三個 就是在這個 安基斯山脈 在北邊這裡 阿巴多爾 所以這三個地方呢 是近這 100年 就三個世紀裡面 曾經 上過好幾次新聞 上過好幾次新聞 甚至很多雜誌啊 甚至一些科學期間 都會背書說 哇這人活了好久啊 很多都是老人啊 什麼這樣子的 然後就研究他 說 為什麼可以活這麼久 這麼多人 在這裡 好 第一個先講 寒沙 寒沙 這個就是在 昆仑山那附近的 這個地方 這位醫師 他是醫生喔 醫生 然後他就 有去到 寒沙這裡 去採訪 然後寫了這本書 寫了這本書 然後他看他們就說 他們說 寒沙的男人 都在120到140歲耶 看起來 滿屆都是老人 老人 甚至美國 有位記者 記者 就是去採訪做節目 做節目的時候 然後特別去分析 寒沙裡面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 這麼多老人 可以活這麼久 他會說 理由是什麼呢 他說 因為他們有充分的運動 山地嘛 山地就是 每天都是勞作嘛 做得多次都少 然後他們耕田的時候 用什麼牛糞、羊糞 吃都是吃菜的 都是蔬菜的 然後小孩子都要喝母乳的 所以這樣 會造成他們都比較長壽一點點 後來才發現是說 實際上不是 那種不是 那邊根本也沒有什麼認證 也沒有什麼出認證 什麼證明文件都沒有 沒有官方資料的 那邊的人的年齡呢 都是靠我們自己講的 載一逛了嘛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原來後來發現說 因為他們那個地區 只有老人才可以成為諮詢會的長老 也就是說 你知道年紀越大喔 你講話就大聲了啦 你抱年齡越大的話 你就有權力啦 人家都聽你的啦 所以就越抱越大就對了 越抱越大 所以變成說 他們其實有動機的 很多都是政治因素嘛 就是 活得不老 講話就大聲 權力又大 所以就是 過個兩年 就抱多十年這樣子 越抱越大 所以每個人都比老的 所以這個不靠譜 然後第二個地區 就是高架鎖山區 這個地方喔 然後 你開場的時候 我就給各位看過 有位是168歲嘛 168歲 這個影片 你可能沒時間看了 沒跳過 然後 這個老人也在這個地方 168歲的 就是世界最老的那一個 但這個地區呢 其實那個地區很久都沒有身份證 因為那是蘇聯 那時候還是蘇聯的地方 在1932年的時候呢 才開始有身份證 有身份證的時候 去採訪 問他 問他說 你幾歲你幾歲啊 什麼時候出生的這樣子 其實都是靠問的 然後他 問了過後呢 那個人他說 自己幾歲你哪年出生 就直接登記在身份證上面的了 就 真的是屬宅公耶 屬宅公耶 然後當然也有很多人 記者啊 到時候去訪問啊 采訪啊 去研究說 為什麼這個地區人呢 可以活得這麼老 結果是很特別的 那個地區人 要吃很多的肉 每天都要吃肉 一定要喝很多的滷 滷滷製品啊 每天都喝酒吃甜食 而且每天都抽一包煙喔 每天都抽煙 早餐要喝福特加 早餐要喝酒每天都抽煙 煙酒不離的 這樣才活到百多歲 所以這樣講莫名其妙 很懂怎麼回事 而且 而且那邊 山區又很落後 沒有什麼醫療設備 環境很差 沒有什麼衛生條件 隨便說 到處都是傳染病 所以能活到一百多歲 實在是很神奇的 這個從現在眼中來看 是 不太可能的事情 後來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甚至連蘇俄 俄羅斯在1959年的時候 做全國人口普查 普查的時候自己說 俄羅斯有全世界最低的死亡率 各位覺得可能嗎 所以那是共產社會嘛 那就是造假嘛 根本是這種統戰手法 我耳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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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虛報的 然後過後 有一位俄羅斯的這個 內部人員呢 後來就是 逃嘛 逃到美國去 後來被作者遇到 跟我們私下聊一聊 談說 為什麼這個樣子 剛蕭手山區 為什麼這麼多老人呢 那麼多老人 都是人類一大堆樣子的 後來他就告訴他說 因為呢 當時的領導人 俄羅斯的領導人 史達林 他就是這個喬治亞人 就是講 他小時候就出生在 高家鎖山區 懂得意思嗎 因為講 這史達林的故鄉 他就 史達林呢 就特別喜歡聽到 他的故鄉的人 活得特別老 意思是說 他自己也活得很老的意思 所以下面的部署呢 是拍他馬屁 所以很多都是造假的 他們每天都知道這個新聞啊 這個影片也是 其實這個影片也是 當作俄羅斯拍的 他們俄羅斯的宣傳影片 說 喔這個老人多厲害啊 這樣子 他的妻子啊 兒子啊 每天都在那邊運動啊 這樣子的 就是那種 共產的宣傳片 宣傳片 所以實際上就是 他部署拍他馬屁 拍死他馬屁 所以就這一單位的 拉很多的人類 但是有個數據 有個數據 就是說 全俄羅斯 97% 97%的人類 超過100歲的人 都住在這裡 但是 高加索山區 的人口 是全俄羅斯 全蘇聯 這兩% 你聽懂嗎 他人口很少 但是 就是全國人類都在這裡 很奇怪 就是史達林的關係 第三個地方 就是安地斯山脈北邊 這是俄羅斯多爾 俄羅斯多爾 下面有個城市 一個地方 叫 維卡邦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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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也是傳說 就像是一個 相隔禮來一樣 是 人間先進 然後 然後他有 就是 很多很多老人 很多就是年紀人大人 但也是有另外一位作者 因為作者 他就特別去他們採訪 還寫了一本書 研究說 為什麼這裡的人都活得這麼久 如此的長壽 然後 後來就發現說 因為這裡他講說 這裡的老人都比較樂觀 澳客 態度很好 土壤中 有很多什麼 金啊 鎂啊 鎂啊 這種金屬 怎麼在講什麼 怎麼說 鎂 鎂目前 沒啥是自來物質 這麼多自來物質 要活這麼久 我也不太懂 那地球的人也是一樣 跟那個 蓋一樣 那個 高雄走地區一樣 每天突然喝酒 那女的都一樣 都喝醉醺醺醺的 所以變成說 為什麼活這麼久 搞不好你懂 後來就發現是說 那個地方通溫非常的厲害 那比較原始 落後的地方 所以就 就比較會通溫 然後名字呢 名字就是講 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 就是那幾個名字 假如說我跟A 母本A跟B 兩個人結婚了以後 生一個小孩 如果這小孩 給他取個名字 以後就吸好了 過幾年 不小心死掉了 死掉過後呢 他就算了 隨便再生了一個小孩 所以另外一個小孩 會生了一個小的老妖 他就把老大名字 放給他用 也就是說 老大老妖 不同的名字 所以 阿媽阿狗 老大也是阿貓 小的也是阿貓 老大死了阿 就老妖 就接他的名字 就對了 所以這個名字不可靠 而他們唯一可靠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受洗紀錄 因為那邊是基督 基督徒的地方 他們叫他們受洗 受洗會寫他的名字 他的父母名在上面 所以外來的人去補查 看他們去調查 看他到底是幾歲幾歲 這是誰的時候 所以看他們的受洗紀錄 結果常常發現 那很多老人 他名字只是他的 父母都不是他的 懂我意思嗎 聽說 根本就是同名同姓 一大堆 都不懂誰是誰 反正年齡都是搞穩的 那很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 那邊的人 除了他們 就是年齡誰搞不太清楚 大家都亂報 但是他們自己呢 也常常會浮報 然後他們去研究 那邊有二十三個百歲的人類 結果呢 發現沒有一個超過一百歲 然後十五個九十到九十九歲的人 沒有一個超過九十歲 也就是說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那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福寶呢 後來 後來他們的政府 他們政府官員呢 就跟他們說 這個地區的老人 是他們的遊籍 各位聽你們懂嗎 因為呢 自從 有上一個 就是剛才那本作者 那個作者 去那邊寫一本書說 這老人很多啊 然後這樣子以後呢 然後全世界很多地方 甚至國家地理雜誌啊 還有一些 美國的科學雜誌啊 還有一些 專門研究營養學的 談什麼有機啊 生機飲食啊 那種書 都去那個地方採訪 結果呢 就熱起來了 變成了觀光地區 全世界就變成一個 就是觀光產業 大家都是來這旅遊看老人的 看他們是怎麼生活的 原老進度呢 比較快 現在1978年 離奇不久之前 日本還在附近講 蓋雨店 蓋觀光飯店 因為太多遊客 想要來看了 沒看過老人 然後也美國商人呢 老進度更快 要把這個地方 蓋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水一定是特別好啊 喝到可以比較長壽 所以很多商業意義在當中 就是因為他們福報 福報年齡很高以後 會引來很多的財源 所以變成說 他們要福報 他們有好處 變成說 很多人來看他們 他們收入增加 錢更多 人家他們上的也有好處 實際上就是 共犯結構 大家都是 不太可靠的 會很可靠 為什麼這樣子 大家不要以為 只有這三個 偏遠的地方 山上落後的地方 大家才福報年齡 其實福報年齡的現象 是全世界的 大家每個國家每個地區都有 沒有 甚至我們有出現一個 就是死亡率交叉現象 什麼叫死亡率交叉呢 他是這樣子的 他們研究 美國的黑人跟白人 黑人跟白人的死亡率 一般上呢 他們那邊的白人 一般死亡率應該都比黑人 來著高一點點 但是偏偏到年紀大的生態群 人呢 會反過來 黑人呢 會比較 活得比較久一點 死亡率超低 反正白人比他還高 可以懂的意思嗎 就是 那一代美國一般是 黑人他們的射精地位 會稍微低一點點 會比較窮啊 比較吃的 會可能比較普通一點 然後營養狀態什麼什麼都比較 比白人會來著比較差 所以這個年齡層 應該都是都是 白人會稍微領先一點點 因為他們健康啊 或是衛生條件啊 等等 白人都占有他的優勢 所以在年輕那一輩 那個族群呢 其實白人都會優於黑人 但很奇怪的 就是老人那一族群 反而是 黑人 會比白人來著好 也就是說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只要是黑人喔 只要年輕不死 年齡都是假的 所以這跟教育程度相關 當然如果把整個黑人的教育程度提升 黑人就是念多人輸了以後 這個差距就變小了 就變成這個現象比較會消失 所以就是說 整個國家裡面的教育程度 也會影響到整個年齡浮爆的現象 教育程度如果越低 大概會浮爆的機會就越高了 就亂講 因此他們當時也曾經為了死亡率交叉現象 也曾經在辯論吵架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死亡率交叉 是不是有些人只要 年輕的時候撐過比較困苦的時間以後 以後他對他的環境適應能力就比他還更強 所以變成說他如果他是經過一個困苦的年代以後 將來他就變成強者 就很難死了 第二個呢可能性就是比較錯誤 根本就是都是假的 最後就發現其實大部分都是比較錯誤 沒有什麼強者生存這回事 根本就沒有 當然人類學家也不是這麼笨的 然後他會從其他不同的方法去發現說 這個國家這個地區 到底他年齡也沒有亂報不報 所以他們就用一種叫年齡堆積的方式去看他 類似這樣子像幾乎這樣往上堆 這個圖這樣看著旁邊這也是年齡 這也是零啊一直到一百歲啊這樣子 然後這個橫幹 這個橫幹就是講這個年齡層的人口有多少 有多少的人口 男的女的有多少 男的女的有多少這樣往上堆上去 但如果呢 在某個特定的年齡層 比如說是整數 好像五十歲 六十五歲 六十歲 六十五歲這樣子呢 會特別長 會特別長的 表示說這個是福報的 假的 懂的意思嗎 因為有些人 比如說 你今年幾歲啊 年年幾歲啊 如果你不記得 你就隨便講那個數目 常常會講整數 我五十啦 我六十啦 我七十啦 很少會講 想不起來 五十一八 五十三 很少講那種數字嘛 常常就是福報都會講整數 所以發現 他在很多整數的地方 五啊 十啊這種地方 都會特別長 特別多人 是在這個年齡裡面 反正比他多一歲或少一歲的人 特別少 等於說 這個都是錯的 這都假的 所以他會用其他這種方式 去發現說 這個地區福報性 你怎樣 後來就發現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假的 唉 最後他就下一個很 很 很可悲的結論 如果各位 想活到一百歲以上 有個秘訣 秘訣就是這樣子 其中做到一點 一個 你要生在一個文化水準很低的國家 達成同名言書 文化水準很低的 山上啊 你大概可以活在一百歲 隨便你講 或者呢 活在一個文件保存很馬虎的國家 什麼幾乎都沒有的 真的是 我不會是 不然光知道什麼都錯了 你就一百歲了 或者呢 生在一個很容易受騙的社會 那就騙來騙去的 就像後面那個一樣 所以其實要一百歲還不難 移民到落後地區就可以了 所以這是很好笑 這是反共 好 也就是說 這是他們 這第二章 就提到他們 就是統計他們 人的年紀 這些難度 很多資料就是不太正確 而老婆這個現象 會不會隨著時間改變 這第二章 就是回來 講說 英文老婆的定義 是死亡率上升兩倍 所需要的時間 他會不會隨著時間改變嗎 當然 從頭提 就是說 但他是用他的角度去看 看這個人類的發展 因為人類 各位知道 人類的祖先 目前 認為說 是從非洲演化出來的 大概這個已經 算是在人類學中 比較有定論的東西 人類祖先 當然從非洲出來的 大概就在12萬年前 當然有不同的姿態 有些 尼安德塔人 然後往歐洲那邊去 智人 南邊 然後慢慢的就 走到全世界去 不管怎樣 剛開始這種原始社會 這個族群 人口大小多少 有多少人的話 是決定於他們 能夠找到多少食物 這是很現實的 在原始社會中 取得食物相當的困難 所以 有多少東西可以吃 就能養多少的人 這是非常 非常實在的 但後來的話 慢慢變成 比較有 遊牧的形式存在 遊牧 就形成聚落 聚落這樣子 然後去這裡吃 這裡吃 這裡種 這裡吃完就放在地方 吃完就放在地方 這樣子 變成遊牧 這種形式存在 因為遊牧的形式存在 但依然 他的這種食物的來源 會比較不穩定 有一餐 每一餐 有時有的吃就吃 有的沒的吃就是餓 這樣子 所以變成食物量 如果是少的話 造成他人口 就無法會再上升 現在 然後你家裡面 你的良知 只夠養四個人 你家裡面已經四個人 難道你改生第五個嗎 這一個出來就是 另一個要餓死 就是很殘酷的一個現象 一直到後來人類的發展 欸 怎麼是這樣子 好 跳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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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到人類的發展 會進入了所謂的 這個農業定居 農業定居 就是每個文明都是一樣的 慢慢都知道可以耕種 可以養動物 會有畜牧業啊 還有農業這種發展以後 才會有城鎮的出現 大家一開始可以定居下來 發現說 這種東西 會做農業 會發展農業化 你就會有充足的食物 會有畜牧業 你就有充足這種肉類啊 什麼這種供應 所以變成說 就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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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生活 也有穩定這種食物的來源 而且食物的量呢 常常會超過 我們這個人口的需求 這個時候人口呢 就越來越多了 開始有些 部落啊 城鎮啊 什麼的 什麼的東西出現 如果東西出現了以後呢 其實還是一個問題 就是有傳染病的問題了 這些傳染病喔 這個是天花 麻疹 禍亂 肺結合 他是提到這幾個東西 這些病 不管所有的傳染病 所以傳染病很多 傳染病呢 現在傳染到人類 會把你搞死的話 其實對那個細菌 或對那個病本身 是沒有好處的 可以聽得懂嗎 因為 比如說天花好了 如果有人感染到天花 他把這個人搞死了 那天花這個病毒 他自己就沒有速度啊 他自己要餓死啊 明白嗎 所以變成是說 一個傳染病 可以在一個族群裡面 人類族群裡面 可以傳染開來的話 表示說 這個族群的人的密度 是很夠的 密度要夠多 比如麻疹好了 他說如果一個族群裡面 他至少要有30萬人在裡面 30萬人的密度 這個麻疹 這個有辦法在裡面 流行起來 如果人口太少在稀疏的話 那個麻疹根本就傳不出去 他自然就 就被消滅掉了 所以當人口的密度 越來越高的時候 下一個接下來的問題 就是感染病 傳染病了 所以我們所有傳染病 大流行 不然在歐洲 黑死病啊 或者是一戰 那時候的大流感啊 所以這種死一大堆的人 那時候都是因為人口太多了 人口很密集 才有這種傳染病出現的 好 所以這個傳染病以後 這個就會影響到我們整個 就是人的這個壽命 所以從古早 衛生條件很差很差 一直到人口密集的時候 一直有很多傳染症的時候呢 這個時期 這整個時期 其實人的那個壽命 都不太長的 一直到 就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1900年那個時候 就是美國 美國還算先進一點的 他當時的平均一定是47.3歲 也就是說 在1900年的時候 他們活到47歲 就差不多了呢 懂意思嗎 花生就差不多了 就這樣子了 因為那時候疾病很多 甚至在這裡 有個線掉下來的 這個就是很有名 1918年的 Spanish rule 就是這個 這個 大流感 大流感就死了 打掉了 後來就快死一半了 所以變成說就 狂掉 全國死一半去了 所以變成說他們其實那時候的 平均疑命是很短的 都四五十歲了 一直到呢 抗生素 抗生素的發明後 他們才開始上升 這三條線 是指在不同的時代 1800年的時候 這是全世界 這是全世界的疑命 中國在中間這裡 中國在1800年的時候 它的平均疑命是三十初而已 也就是說 全世界都差不多一樣了 自古從有人類來 一直到近代 就一百年前 那時候抗生素發明之前 大部分全世界都一樣 活到三十歲算老的 中國大陸平均疑命才三十初 這條線是三十 所以抗生素以後才突然間飆升 在1950年 抗生素剛發明沒多久 馬上從這裡 從四十到五十六十這樣子 而現在到兩千多年的時候 大部分國家都在上面了 你看日本都在最前面 日本最最高 但依然還有一些非洲地區 這是莫山比克啊什麼的 他們還在五十這裡 莫山比克非洲地區很多日 平均疑命大概五十歲左右 因為那邊呢 會打得這麼低 大部分都是因為小孩子死太多 這樣就是小孩子一出生 大概一半逢過五歲嘛 就很多小孩子就找藥了 這邊就是說 很多是被小孩子 等等這種衛生條件 給拉下來的 所以你只要 人喔 可以活到五六十歲以上 知這近百年的事 近百年的事 因為很多衛生條件 環境 這種改善 飲水啊 紅黃的藥物 這種發明後 才這麼幸福的啦 那儘管是這樣子 古早到現在的話 很多人以前都是 平均已經都三十 三十歲 那個時代 從古到今喔 我們的 雙倍死亡率 雙倍死亡率 都是幾乎八年 也就是說 我們儘管已經發明了抗生素啊 改善做的衛生條件 然後 婦女啊 小孩啊 都 都這個 食產比較低啊 都小孩都活下來了 可是 我們的老化速度 自有原始人 就講 尼安德塔 德塔人就是原始人喔 那個年代到現代都一樣的 都一樣 就沒有什麼改變 但不管其他的物種也是一樣 常贏 我贏他就是十天 老鼠就是三個月 所以這個都 沒有太大的改變 就持續的穩定喔 所以剛才那個問題的答案就是說 人類 這是物種 做物種 老化的這個速度 其實 不管在那個年代 其實不受時間的影響 幾乎都是一樣的 接下來 談到說 到底老化 是不是遺傳的 到底遺傳的 其實 一定是 一定是 只是遺傳 這樣的比例有多重 遺傳並不是全部東西 其實好像 上次還是什麼時候 好像有來這裡 各位分享過 另外一本書 各位提到 基因 基因是控制的一部分 但是環境也很重要 環境可以誘導你的基因 要不要表現出來 大概有幾個例子 這裡慢慢調生一點點 好 我們這裡有個東西叫 ApoE ApoE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是人 我們人體裡面的一個蛋白質 是其中一個基因 它是發現說 如果有這個基因的話呢 對人是不利的 因為呢 它會造成你的腦袋 容易萎縮 特別容易產生老人癡呆 然後有些 蛋白質的代謝會異常 異常 容易產生那個膽固醇 不好的膽固醇 會變得比較高 很容易血管硬化 原則上 這個就是一個不好的基因 就對了 這不好的基因 這個不好的基因呢 在全世界的人類當中 到底是有比較多呢 但在先進國家裡面 據說是芬蘭 是比較多的 芬蘭比較多的 所以那邊的人呢 這種血管硬化 心臟病啊 會比人家來得多 而在日本呢 日本這個基因是很少的 所以日本人很長命嘛 看我們高膽固醇的人 比較少 知識症可能也少一些 人家認為說 可能是跟這些基因有關係 但是後來那個作者有發現 在新幾內亞那邊呢 那邊的人的這個基因 也非常的高耶 在新幾內亞 幾內亞這個地方呢 也很高 很多人都有帶這個基因 但是在那邊幾乎 沒什麼人有什麼心臟病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後來他發現 幾內亞那的人比較 比較 比較 算比較落後那種鄉村那種地區嘛 那人只有每天都在勞作 一直在做 吃很少 根本就 不可能會有什麼高膽固醇血症 輪都輪不到他 懂你是不是 也就是說 雖然那個 這個 內亞這居民裡面 很多人帶有這根基因 但是因為他這種生活型態 這種生活的模式 就是 這些都是做很多勞力的 戶外的 然後吃吃很少 吃吃吃可以吃而已 所以變成說 他們也很少會有什麼 脹病啊 血管陰化 中風啊 這種東西 都很少 可是後來發現有一天 他住那個村莊呢 開始發達起來了 他其中有幾個認識的人 可能做的職位比較好 吃的比較好 就吃所謂的西方飲食 開始蒸牛排一次罐頭啊 這種東西 不久 四十多歲 就心臟病死掉了 結果呢 那個居民還起來告他 告他們說 哎呀你們這個引進西方飲食 害死我們的族人 懂意思嗎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基因 雖然是有一定的角色在 但是他這個經驗表現出來 會影響到你的壽命呢 一定是跟環境有關 會受環境所影響的 其他一個例子 就像是這個 這是我們心臟 心臟我們把它切一半 這是左邊的心臟 這邊是正常的 而這裡一個是比較不正常 我們看到這裡一個叫做二肩半 東西會凸凸的 我們這個這種二肩半脫脆啦 而且脫脆的病人呢 他的血這也會關不牢嘛 所以他心臟的血會跑回來心房裡面 會逆流 變成說他心臟打住的血呢 就比較不夠 所以這些人都會比較瘦 因為他心臟比較 比較費力嘛 打血會打回頭 變成說他會比較瘦一點點 然後就 血壓會比較偏低 血壓會比較低 會比較瘦 所以這一群人 雖然他有個基因 會引起他 這個心臟半裸脫脆 可是因為他血壓比較低 他會比較瘦 所以他比較死 他能活得比較久 你懂的意思嗎 聽起來怪怪的 有心臟病房 活久一點點 他有這個意思 除非 有一天 他除非改變是飲食 吃得好 他就死比較快了 不然的話呢 他還好 反正他有這個 有這個不好的基因 雖然會造成一點點毛病 心臟脫水 但是再跟正常人比較起來 反正活得比其他難得久 所以這種經驗東西很難說 到底是好是壞呢 還要看環境 帶一個 帶一個好像不太好基因 會讓你生病 但是這個生病 就看你活在哪個環境裡面 同樣的 如果一個有二千半脫脫的這個人 他是 比如說他是去到一個地方 很勞累的 然後類似做一個苦略的地方 他反正就死得比較快 因為他 起他低 心臟沒力 然後 還做粗壯的東西 他大概就活不了多久 所以是這個意思 所以說 就算你帶一個基因 還要看你的環境 活在哪裡 才不太一樣的 所以 很難一概而論 甚至呢 我們有另外的 一位 很有名的 這個學者 就是貝爾 貝爾 貝爾 我發明一個就是電話 就是他發明電話的 發明電話在貝爾 然後他還有一個貢獻 就是他有去分析所謂的 威廉海德 他的後代 分析了九千名後代 因為海德這個人 他活得比較長命一點點 他就想說 哎呦 他威廉還活得這麼長命 會不會他子孫 你活得比較長命一點 沒有 所以看到了 他九千個子孫 九千個子孫 看有沒有比較久一點 有 有這個趨勢 也就是說 父母都活得比較長 長瘦的話 兒女子孫可能也會比較長瘦 是因為 暗示你說 可能真是有遺傳的成分在裡面 只能暗示而已 但也有些研究呢 是做雙胞胎的 我們就比較 同卵雙胞胎跟 易卵不同卵 我們雙胞胎有同個卵的嗎 有不同卵的 如果同卵的雙胞胎 假如說他這兩個雙胞胎的基因 是完全一樣的 完全一樣 就算基因是完全一樣的 而易卵 易卵 就想說他可能的基因 會不太一樣 就發現說 同卵雙胞胎 他的死亡時間 他的壽命 會不會很相似 會不會發現說 有一點點的趨勢 也就是說 他同卵雙胞胎 兩兄弟 兩姐妹之間 他的死亡時間相差 時間 大概會在14年以內 但是如果是不同卵的話 可能會差到19年以上 所以變成說 好像有一點點基因的成分 但環境的因素也很重要 差到14年就是環境了 懂得知道嗎 他有一點點基因的會影響到你的壽命 但是有部分還是準確定在環境裡面 當然 除了看一些正常的以外 如果從一些異常的特殊的疾病呢 也可以暗示我們說 好像基因會影響到老化 老化的過程 這可能 耐心可能比較清楚 這是一個 什麼叫早衰病 早上也就是 出生很快就變老了 這是這兩位醫師所發現的 這是這樣子 這小孩子一出生的時候 一出生就開始老化了 他的細胞核跟人家就是不一樣的 那細胞核長的就不太一樣的 短短的十來歲 可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會變成這樣子 像醫體一樣 他的頭髮掉光 皮膚全部皺完了 很快的就會心臟病 十多歲就會往生 就會腫掉了 所以他整個人看起來就像 一個老人 十多歲 但是他是個老人 那可是呢 他的老化現下 卻是只有一部分 並不是所有老化 有的東西他都有 正常的老化 就是說可能 由頭到腳都會的 除了皮膚比較老 毛髮會變白會掉 眼睛可能會有白內障 心血管疾病會出來 會血管硬化 會有糖尿病 很容易長癌症 有失智症 等等 這都是一些 他有關節退化 這都是一些老化的這種現象 可是這個病呢 他沒有全部都有的 就算他十來歲 壞死之前 他都沒有失智症 甚至智能還不錯 甚至他智能還不錯 所以變成說他這個基因突變以後 照樣他這個病呢 會有部分的東西 類似皮膚啊 心血管 那種結體組織啊 那種會影響比較大 那其他的毛病 什麼糖尿病高血 那種 倒是沒有 倒是沒有 那我們看另外一個 Winner syndrome 這個叫成人 成人的早衰症 就是他發病時間比較晚 就是等到小孩子十多歲 那十五歲的時候長這個樣子 大概十八歲變這樣子 你覺得像嗎 也就是說他非常快速的 在他進入青春期以後 就開始迅速的老化 頭髮全部都變白會掉光 皮膚也整個會變皺 而且身上很容易長癌症 這樣各種奇怪的癌症都會長出來 所以變成說 另外一種形式的病 也是前世道結體組織 其中有一個叫什麼 WRN WRN 一個基因的缺陷造成的 所以我們發現說 基因其實也會控制老化 好像對老化一點貢獻就對了 因為某些基因缺失的話 的確比較容易會 會 另外一個更常見 後面越來越常見了 第二十一對卵的身體 本來兩個變三個 每兩個變三個 這個其實上是跟 也是跟那個孕婦 孕婦的年齡有關係的 孕婦年齡越大的話 它越容易會發生 尤其差不多三十四歲以上 這個是機率會比較高 因為這個比較普遍 大概就七八百個裡面就會有一個 其實是還算常見 算常見 它特點就看 我們以前叫喜憨兒 都這樣稱他 可以看起來很討喜 他每天都在笑 很開心 但是眼距很寬 有時下巴比較厚一點 這個有時其實一看就知道了 但這種病人呢 其實他是很典型的一個 快速老化的疾病 因為他年紀輕輕 十來歲呢 就可能會慢慢就 很快就失智了 自一開始退化 甚至三四十歲呢 幾乎都 都已經退化掉了 都退化掉了 但很多人性血染疾病也容易出癌 但是呢 他也不是全部都有 類似什麼癌症 什麼的 倒不一定 都不一定會出現 最後更 更常見的 其實是男女 其實這個剛才有稍微提到一點 男生與女生 其實就是基因的性染色體不一樣 就是XY染色體 你XX的就是女的 XY就是男的 所以染色體就是不一樣 但就是這個男女的差別呢 就造成死亡率不一樣了 男生 長白了喔 從娘胎裡面 到墳墓 都會比女生早死 就是死亡率都會比較高 過去的發現 從流產 孕婦流產的嬰兒裡面 就發現說 流產的比例 男生幾乎是女生的兩倍 流產嬰兒中都是男的比較多的 從出生以後 每一個階段 男生死亡率會比較高 都比較高一點 為什麼呢 一個行為 可能就是 和膜關係 雄性和膜關係 也要衝 也要早 所以 就是容易 就是得罪人 到處打架 幹嘛的 所以就 特別容易死 但還有生理的部分 因為我們女性荷爾蒙 有時是對人體 是有點保護作用的 可以讓我們免疫系統 更強一點點 所以變成說 也會讓我們比較 就是讓女生可以活得比較久 但免疫力的話呢 因為普遍有女性荷爾蒙關係 女性的免疫力 都會比男生還得高一點點 簡單就是感冒好了 男生得感冒跟女生同樣得感冒的話 女生常常比較快 然後 那相對的 女生呢 她的免疫太好的關係 自體免疫疾病 比男生來得多 幾乎都是 自己免疫疾病 有時候 什麼狼倉啊 風濕啊 都是女生的 因為這都是免疫的毛病 男生呢 得了很多病 都是比較難醫的 光是得癌症 這一件事情 就公平了 男生得了癌症 幾乎死亡率很高的 比較難治療 女生常流行的癌症呢 往往都活得比較久 不管是乳癌好 子宮頸癌好 這種女生專有的癌 其實都比較好醫 都可以活比較久 男生的癌症都很難處理 幾乎很快就死 總之就是 從頭到尾都不一樣 來不及喔 還是第五章而已 糟糕 接下來 其實蠻不開心的重點 前面應該講故事而已 人吼為什麼會老化 這本書的主題 為什麼會老化 其實這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為什麼會老化呢 其實是 到底他問的是 如何老化 還是 為何老化 其實為什麼會老化 而這個答案 在不同的人回答的時候 答案是不一樣的 常常常 常常很多人都是回答是 如何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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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比較機械性的回答 機械性回答 比如說 你問到一個神經的專家 他會講你 神經啊 出生 開始就沒有再分裂 然後用久以後 很多物質都會堆積在裡面 慢慢的退化 神經細胞會不會死 每年死 經個細胞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老化掉 如果我問一些 心血管的醫生 他會說 你血管會用久 開始硬化 血管逼增厚 蓋化 等等的 受傷 所以就老化了 如果問我們胸腔 我們會講 這是肺功能吧 肺功能一出生 2500 每年掉到30 但老的時候 就剩1公升不到 所以就是老化 你腎臟 你腎功能 出生100 120 你每年掉1 每年掉1 到老的時候 就用得差不多快 快洗身 所以 所以不同的人 從各種角度去看的時候 都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如果是研究細胞的 我會講 你的細胞 分裂的能力比較差 比較不太會分裂 比較慢 修復能力比較不好 抗氧化能力比較不好 所以你就會老化 他講得多是一些激轉 激轉 每個人的各個器官 各個部位 從器官到分子 到細胞到分子的層次 都有很多很多理論 很多這種激轉在裡面 去解釋說 為什麼是如何老化這個現象 可是 卻很少理論 去回答說 為何要老化 各位聽懂嗎 你這個答案 為什麼 為什麼 到底是 你跟器官是 他是問你的是 老化的過程激轉嗎 還是他為什麼 這個老化這件事情要發生 其實這本書是探討的 這是後面為主 後面前面這個 後面會再提到 但是 手上現在是回答 為何 為何 為什麼 要老化 所以 只能這老化 在這條提出三個理論 目前就這三個理論 一個是 物種利益理論 還有生命術力理論 跟老化的演化理論 而這一章 先探討 這個所謂的 物種意義理論 物種意義理論 他是這樣講的 既然 在人類演化了這麼久 讓老化這個事情 會發生在每個物種身上 這表示說老化對物種本身 是有好處的 他認為是說 如果你不老化 這個族群 沒有老化 沒有雕王教的話 你就影響到 你整個演化的過程 你的族群 就不會再往上 會變得更好 也就是說 是個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概念 人老了就是要凋零 凋零小的才會上來 才會活得更好 什麼的 是這種想法 是這種想法 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說這是鮭魚 大家舉個鮭魚的例子 鮭魚 我們知道 他在河川 上游那邊出生 出生以後很多都會死掉 剩下可以活下來的人 就會游游游 游在海中 那可以去生活 生活只要他到了殘暖的季節 他會沿著他以前小時候 出生 那個河流 會逆流上來 到出生的地方 要跳回去 有些是逆流跳回去 需要出生那種地方 就變成殘暖 這門生大殘暖 殘暖過後 他就會馬上會死掉 馬上會死掉 所以他以這個解釋 因為他 就是完成他 借專性任務 所以就要 就是要刁網 要死掉 是犧牲小我 要完成這個大我 完成這個生殖任務 那還有其他例子 比如說一些植物 就是九層塔 很多這種叫一年生草本植物 一年生草本植物呢 常常就是開花 開花 常九層塔 各位父母就種過了 只要讓他一開花 花開完呢 他就會死的 你要讓他不死 你就把花中中摘掉 他一開花 你不讓他開花 全部都摘掉 他就可以活下來 他一開花就摘掉 千萬不要讓他開花的結果 所以 所以他們 這植物也是一樣 只要他 一開花 就能下一代 他就會死掉 還有一些巴木曼 章魚 袋鼠 等等 都是這樣子 袋鼠的熊袋鼠也是一樣 他只要 跟吃袋鼠交配 送完下一代 那熊袋鼠就會死掉 然後呢 好像以前那個什麼 黑寡婦 各位聽過嗎 黑寡婦不一樣 黑寡婦交配完後呢 那個母的 那個蜘蛛就會把公圍給吃掉 當服品吃掉 這個 生物界就是這樣來運作的 可是 這個理論本身有錯誤的地方 有錯誤的地方 第一個 演化本身 不會因為你不老化 而會停止而不發生 就算 就算 你就是 老化變慢了以後 老化變慢以後 演化 依然繼續在進行 所謂演化 就想說 我們在物盡天責 如果 某個個體 它產生出一個 對這個群體 對這個環境 更能夠適應的 一個基因的話 它就算是活得很久 它不是可以把它 留給更多的後代嗎 可以把這個基因 散播出去 給更多的個體 都擁有這個基因嗎 不會因為你不老化 而整個演化 就無法進行 會 演化依然會進行 只是會變得比較慢而已 你知道 一個 如果你老化得比較慢 你一個世代 會躲得比較久 人躲比較久 它演化的速度 就會變慢了嘛 那如果你一代人 老化很快 一代人變得很快 那你的演化速度 會比較快 演化其實不會停止 只是你老化的 比較快 它就快 老化比較慢 它就比較慢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一個錯誤 第二個 就比較複雜一點 叫團體選擇謬誤 這會回頭 談到這個 不種起源 就是 就是演化論 達爾文的 這個應該很眼熟 達爾文的就是演化論 無盡 無盡天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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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所謂天則說 就是說 我們每個 所有的生物 在繁殖的過程中 有可能會有 產生突變 突變後 然後可能他的基因 會比較好 比較適應這個環境的 他就可能會比較 能夠傳給他的後代 讓大家 就整個族群 會活得更好 但如果他突變比較差的 他可能就會 雕王掉 然後沒有競爭力 他就被淘汰 這個叫 無盡天則 可是 這一百多年來 卻很少人提到 所謂團體利益 跟個體利益 如果有相衝突的時候 天則會擇誰 天則會擇誰 如果是團體利益 就是剛才那個概念 為了大家族群的利益 所以要犧牲這個小我 犧牲小我 所以就要老化 在無盡天則 演化這個 無盡天則的概念之下 到底是團體利益比較重要 還是個體利益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舉個例子 簡單一個例子 表示說是 我一個自私基因 好了 表示說自私基因 好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族群 這個一百個人 活在這裡 一百人活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這個地方 大概只有一百份食物 剛剛好夠吃 所以就 剛好可以講一百個人 食物就剛剛好 是這樣子的 如果有其中有一兩個人 他身體突變的 產生一種基因 讓他可以多生點小孩的 讓多生點小孩的 可以增產 還真的多生點小孩的 這樣子呢 他就 如果他那兩個人 可能就不只生一兩個 可能會生多幾個小孩 生幾個小孩以後呢 這食物就會不夠吃 食物不夠吃 但是他這個基因 會傳給他的小孩 他每個小孩都會變成是 很會生小孩的 很會生小孩的 結果跟久而久之以後 這個 帶有這個基因的這群人 跟沒有帶有基因的這群人 誰會佔優勢 當然是 帶有這個基因說 他會多生小孩 這個人呢 他會佔優勢嘛 結果他 他會越生越多 越生越多 會 會進行到對方 其他人如果還是每次都生 一個兩個 一個兩個的話 這樣就越來越少 我明白嗎 最後呢 就講 如果不帶基因的這個人 不帶一個多生小孩 這些群人呢 就會被淘汰掉 被剔除掉了 但是如果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 多生小孩這個基因呢 所以對他自己各體有利益呢 還是對群體有利益 對個體喔 對吧 他多生小孩馬上吃他 對個體 他這個基因就可以保留下來 這樣可以傳給更多的人 雖然對個體有利益 但是對群體有利益嗎 其實有傷害的 他多生一點 他食物就不夠吃了 只有100分而已啊 100分而已就不夠吃了 就是這個概念而已 所以在物盡天責 物盡天責的時候呢 其實是自私的 都是每個個體 自己是 因為自己 這個個體有利 他就會存活下來 會把這基因傳出去 而不會去顧慮到所謂的群體利益症 所以在人 實際上 實際上 人體也是一樣 比如說我們平常那個細胞分裂的時候 我現在旁邊有沒有講 沒有齁 細胞分裂的時候 比如我割到手 有一個傷口 那傷口 那我旁邊的皮 要長細胞 長皮要長細胞 來把它填補這個空間 但是如果 我這個皮膚 缺少100顆細胞 我要長100顆細胞 來把它補好 結果呢 那些是100顆細胞 如果是一般正常人 剛好長好100顆細胞 把它補好 填好了 就停止 就不要再分裂了 但如果 有一個突變產生 不乖 你講 不聽話了 它就不斷不斷不斷的分裂的話 不聽的話 但是 這一群東西 就叫做癌症一樣 不要癌細胞了 它就一直長一長 就不管有100顆的限制 它就亂長亂長 但是在物盡天責之下 誰佔優勢呢 一定是那個突變後 會用長的那一個佔優勢 也就是癌細胞 它佔優勢 它才管理群體力是怎樣子 它不管你的長態多 變成癌症 傷害到我這個個體的健康 它不會思考這一點 那就是所謂的物盡天責 本身它是比較偏重個人的 它不會去顧要什麼 所謂的團體利益 團體利益 所以當初這個理論 誒 sorry 這個物種利益理論 根本就是說不通的 也就是說 它這句話 犧牲小有完成道 本身就是違背了天責說 根本就是違背演化的 演化的這個 這個道理的啦 ok 所以這個理論是 講白就是錯的 就是錯的 好 當陶寨的時候呢 他有提到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這個 配佛力克極限 配佛力克極限 就像是剛才我講的例子 有個傷口 如果有長細胞的時候 它長到剛好一百個呢 就可以停止了 停止了 但是當時在1960年代 有些科學家 這是為諾比爾講得主 但是他是認為呢 細胞是不會死的 因為當初他是看到那個癌細胞 那個乳癌的細胞 希臘癌子一直傳下來 然後他是做一些心臟肌肉 哪個肌喔 肌的心臟 肌肉放在細胞裡面 都培養 結果癌了很久很久 那個肌肉的細胞 還活著 沒死 他認為說 只要 就算人死了以後 把你的細胞留下來 放在培養裡面 就有辦法讓你 鼻子不斷的繁衍 不斷的繁衍 不會死 所以 會死的是人 細胞是不會死的 他認為是這樣子 後來有位學者 就Hey Flick 這個人就發現說 原來我們每個細胞 他的分裂 是有上限的 我們身體細胞 有一次分裂分裂好幾次以後 到了某個一定的次數 他就會停止 他就無法再繼續分裂下去 而這個就是所謂他的極限 Pain Flick Limit 但後來就發現 這個是 比較後來一點點發現說 是跟我們這個染色體頂端 綠綠這個我們叫端粒 Telomer 這個東西是有關係的 這是什麼東西呢 假設這是軟色體 原來我們每個細胞 在分裂的過程當中 1分為2、2分為4當中 我們這個軟色體的頂點 這裡會越來越短 會越來越短的 如果有一天這個端粒不見了以後 沒了以後 我們細胞就不再分裂了 所以因此我們每個細胞 可以分裂幾次 是決定於你這個端粒 到底有多長 如果端粒這裡 越長 你可以分裂越多次 越短 越少次 我們所有人體的體細胞 都會被控制的 控制在一定的數量之內 可是如果是生殖細胞呢 是不一樣的 他每次分裂以後 他變短了以後呢 他會直接把這個短的地方再補起來 就是重新再長起來 所以生殖細胞 或是幹細胞的話 他有無限分裂次數的可能性 他會不斷不斷的 停不停的再分裂 不要分裂下去 當然 有人就認為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細胞停止分裂的 不再分裂了 身體不再分裂了 所以呢 造成我們身體老化 是老化 是這樣子呢 就是因為我們 因為除了生殖細胞外 他會不斷的分裂以外 我們身體其他部位的細胞 很多體細胞 都不會再分裂 因為他有個上線在那邊 到這裡就到這裡了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造成我們老化呢 當然我們就反駁他說 不是的 不是的樣子 因為 他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肌肉好了 我們這肌肉的組織 我們身體的肌肉細胞 在各位成長大了以後 這個細胞有多少就是多少 假設說你有一百個肌肉細胞 肌肉細胞的話 肌肉細胞的話 你到 你只要不受傷 不受傷沒有節肢的話 你到老都是一百個肌肉細胞 不應講特別的變多變少 可是如果你去訓練 訓練體力的時候 你肌肉不是看起來比較壯嗎 比較大嗎 其實那是肌肉細胞變大而已 他沒有變多 各位知道吧 所以其實肌肉細胞從頭到尾 他產生那邊以後 他其實就沒有在分裂 他本來就沒有在分裂 但是他有在老化嗎 他依然有在老化 隨著年齡 每一年過去 我們肌肉細胞都會下降百分之一 反而肌肉在掉 你越大越沒有力氣了嘛 肌肉還是會退化 但是細胞就是那麼多 他沒有變少 所以根本 他停止分裂後 跟老化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舉個例子是腦袋瓜 我們大腦的細胞 到過了成人以後 但是多歲以後 他就沒有再分裂了 而且呢 老細胞是天天在死的 年代減少的 但是我們停止分裂以後 就是老化了嗎 這不見得啊 我們超過他分裂以後 他還是會有開發音樂功能出來 還可以做新的學習啊 還不一定 甚至有舉個例子 是嬰兒 各位知道 我們人從一顆小顆受精卵 變成長大分裂 是有很多細胞 在這過程中 是要凋亡 要死去的 就講 如果我們是一顆受精卵 然後變成長大分裂 分裂的過程當中 那長成一個嬰兒過程當中 如果身體都沒有細胞死去的話 我們就變成一顆肉球了 變成一顆球而已 沒有什麼形狀出來了 所以身體本來就已經計劃好了 哪些細胞要留 哪些細胞要死 哪些要停 哪些要繼續 是計劃好的 要好的 簡單講 一個人的手指 做細胞分裂 過程當中 如果你 你的手指 如果沒有細胞會死掉的話 這樣你的手 就變成小叮噹一樣 這樣圓圓這一顆 那為什麼會有手指出現呢 因為我們兒童時期 我們手指之間是有糊的 糊就是中間會有細胞的 然後中間這個細胞呢 會死掉 會凋亡掉 我們手指才會出現 所以我們每個形狀 每個形狀 都是有些突出來的地方 都是我們那邊長的細胞 凹下去 空的地方 都是那邊的細胞掉 然後死掉 我們人的形狀才會出來 才會變成一個人 所以 停止分裂 是老化嗎 不是喔 停止分裂本來成長的過程中 就有些很多細胞是被規定 被計劃好 它是有效停止的啦 反正它如果該停止不停止呢 就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癌症了嘛 所以停止分裂 這一步 對於人體而言 是一個防癌的一個措施喔 像這個上皮細胞好的 如果它要癒合過程中 它不乖 一直長一直長 往外面長的話 它就變成癌症了 所以反正有這個專利 不讓它分裂 反正就是踩煞車 讓它就是乖乖的這樣子 才會聽話 反正它不會煞車 反正是變成癌症 反正是不好的事 所以為什麼講 這會是老化呢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跟老化 其實搭不上一邊 而且很多 甚至醫學生 都認為說 細胞不分裂啦 就是老化啦 其實根本就不大回事 細胞不分裂本來就是正常的 原因就是要這樣做 後面還要講嗎 幫我們六張放後面好了 好 放後面 謝謝 我們拖很多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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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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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